一揽子政策发布适时以来 国来外给予了积极的正面评价 有利的提升了社会信心 对于促进经济金融的平稳运行 发挥了交合的作用 10月18号至20号 2024金融街论坛年会在北京举办 针对中国官方近期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 多位中外嘉宾认为 这不仅是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积极回应 更是对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布局 体现了稳信心 稳预期 稳增长的鲜明取向 这些政策内容非常丰富 包括财政 货币 产业 方方面面 应该说是力度空前 有理由相信在新一轮的 逆周期调控政策的作用之下 四季度经济会出现一个强劲反弹 大家看得见 就是我们整个的规划和政策的引领 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我们坚定不移的要推动高水平 高质量的对外开放 那么因此从根本上为外商投资 也为我们自身构建这个双新环新发展格局 创造了一个有利的政策环境 专家强调 加快一揽子增量政策的落地实施 要注重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更好地释放出政策效应 在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中 要做好财政 货币 消费 收入分配 就业等政策的统筹协调 推动实施政策工具的协同创新 那么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来讲 更加注重我们政策的这种协调性和一致性 所以说我们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痛点和读点 采取精准性有效性的政策 尤其是我们创新性的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都采取了协调配合的这种政策 使得那个政策的有效性更加明显 更加准确 外国嘉宾纷纷表示 中国近期推出的伊朗政策 涵盖财政 消费 投资 房地产等多个领域 提振中国经济向好发展信心 也将为世界经济增长 带来更多互利共赢机遇 我认为它一定会增长 我认为2025年是一个年转发展信心 也许多互利共赢 中国人的艺术是很棒的 我认为它会增加更多职业 我认为它增加了领域 其实这年转发展现 以至于中国 所以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心 向中国经济经济 我认为它导致一个信心 到市场 它一定会帮助到 在增长的行动行业 我认为这些计划 在这些计划上 我们可能会增加那5%增长的增长 我们的企业在中国历史上有很久,过30年 所以我们很厉害地投入中国 我们仍然看到资产资产资产